B型肝炎 B型肝炎是一种肝脏严重发炎的疾病 它是由病毒所引起 美国每年有10万人感染 目前美国有超过125万人带有慢性B型肝炎 四个人中有一个将会死于肝衰竭或肝癌 造成B型肝炎特别危险的原因是因为它没有明显的感染症状 刚开始被感染时 很多人并没有任何明显的症状 而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将病毒传播给其他人 虽然多数感染B型肝炎的成年人 可以在六个月内从急性感染阶段中复养 但少数人无法清除其身体系统内的病毒 进而转变成慢性感染 与成年人不同的是 九成的婴儿和多达五成的幼童 在感染B型肝炎后无法清除病毒 进而发展成慢性感染 两年前我得知我幻想了慢性B型肝炎 医生说我在出生的时候就已经受到病毒感染 我完全没有任何症状 等到我发现情况有不妥 去做检查的时候已经太迟了 我的肝已经出现硬化的情形 我一直在想如果病情能够早些诊断出来 我或者可以能够及早接受治疗 你可以避免这种严重的疾病 请向你的医生查询B型肝炎表面抗原测试 这种测试并非同于一般常规的血液测试 如果你的血液测试呈阳性 表示你可能患有慢性B型肝炎 你的医生需要进行其他检验 来判断你是否为活跃形态 如果你患有慢性B型肝炎 你的医生可能需要对你进行严密的监控 如果你的血液测试为阴性 请接种B型肝炎疫苗 以保护你和你的家人不受日后感染的威胁 慢性B型肝炎的早期治疗 能够减少未来肝炎衰坏的风险 了解此疾病也能帮助你避免感染其他人 请询问你的医生尋求肝炎 请询问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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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呢 感谢观看